各位啊,我们继续开始啊 好,下面一个语法的话呢 是 那么 这个语法的话呢 我们回忆回忆啊 我们原来学过一个火系,对不对 那么原本学过的火系是什么含义 它是形容词,对不对 它表示一个想要什么东西 那注意了啊 如果你听到贴之后啊 这种形容词啊 被用成什么呢 叫补助形容词 不知道各位还记得吧 原来我们讲到过这种补助两个字的 什么前面 ていく啊,てくる啊,てみる啊 对吧 那么自动词后的话呢 叫补助动词 那么形容词的话呢 叫补助形容词 当然如果他们现在て后面的话 自动形容词的含义啊 已经没有本意了 它什么呢 只做语法含义 て后系的话呢 并不是表示我想要什么东西 而什么呢 而表示什么呢 表示说话人对他人的希望 或什么呢 要求 是希望他人怎么样 他人啊 为我啊 为自个怎么样呢 做某事 或什么呢 保持某种状态 这个含义的 所以他主体啊 和那边要动作主体啊 用你来表示的 说穿了 就是发出方 那么 往往用于什么地方啊 我们所希望 和那边要发生 某种现象 状况 或什么不发生 表我希望的 有这个含义在里面 那么所设计的 这个现象啊 状态啊 用嘎来表示 好 我们看第一句啊 来 看第一句啊 早く春が来てほしいです 早く春が来てほしいです 但是早くは 小时后面这个 对吧 来て 不是我想要春天啊 什么呢 我希望春天早点来 中文你翻成 我想要 也可以翻译要啊 对吧 我想要春天早点来 也可以的呀 对不对 我希望嘛 你翻译希望也可以呀 你把我想要 也可以呀 早く春が来てほしいです 好 下面一句话啊 大変な作業なので 誰かにね 手伝っ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所以啦 定人称 也可以跟着这个だ と思ってます 也可以的 但他想法的话呢 不是我讲话时候才有的 讲话前就已经有了 对吧 他已经有段过程了啊 大変な 看到没有 作業なので 看到吧 对呀 能力不是表的原因吗 但你要知道 能力的能力是形成体验嘛 三个道理也是名词的啊 那名词 帮名词里面不是加node嘛 那不是变两个node吗 不是变node的吗 不用node的 na 看到没有 对 node na 哪里来的啊 各位OK啊 知道的啊 na 哪里来的啊 看到没有 对 发书方 帮忙啊 谁帮忙啊 请谁来帮个忙嘛 对不对 发书方嘛 看到没有 好 这样哪里可以啊 看到没有 na いてほしい na いて 它的否定形式 注意啊 你不能把它放后面的啊 不是ほしい 你如果把它放后面的话 相当于整个语法就发生变化了 看到没有 原来不是说过的吗 叫黑箱化嘛 对不对 把它黑箱化 就换句话说 这个语法本身一般不改变的 你要加否定 放前面的 那么这个语法的话呢 相当于我们原来学那个 na いてください 这个含义 比如说啊 皆さんには危ないところには行かないでほしいです 你看一遍啊 皆さんには危ないところには行かないでほしいです 你看到你 谁去啊 我希望谁不要去啊 我希望各位不要去 不是我不要去 对不对 你的话呢 表示发书方 那么 这个你的话表示目的地的意思啊 我的话呢 表现定啊 皆さんには危ないところには行かないでほしいです 那我希望的话呢 大会儿啊 不要去危险的地方 说实话呢 我跟你讲 てほしい了 就等于谁了 てもらいたい 还记得てもらう吗 てもらう应该还记得吧 てもらう前面是谁干的呀 三道一嘛 三道一 几条道 两条道 什么道 单向道 てくれる てもらう 对不对 对呀 所以的话呢 它什么呢 别人干的嘛 然后后面的话呢 加太 看到没有 てもらいたい てもらいたい 那么 看一句啊 もう少し はやくきてほしいです 注意了 看到没有 反自由啊 那么希望你再早点来 看到没有 もう少し啊 就是副詞 もう再 稍微少し 我希望你啊 再稍微的早点来 今後は注意してほしい 希望你今后啊 可以注意 这一句也是你注意 对不对 わたしのそばにてほしい 希望你啊 在我身边 好 各位啊 我们来看 第六个语法 那么第六个语法的话呢 是怎么个语法呢 是在这几个柱子后面啊 可以加の 看到没有 那关于这个的话呢 其实我们有看到过的 有人看到过的 那么我们一般在五个柱子后面加の 没有五个啊 で え と からまで 那我一般喜欢这么背啊 在五个柱子后面 一般我们会加の で え と からまで 再念一遍啊 没有五个啊 で え と からまで で え と からまで 那么这五个后面的话呢 在了の之后啊 那么 就这边呢 可以接什么呢 名词了 所以我这边帮各位解释一下啊 各位原来所学过那些作词里边 除了那个の 它后面可以接名词以外啊 别的 余力为 连用性质 我再说一遍啊 各位前面不是觉得好多作词吗 对不对 什么 か お に で え からまで 什么的 很多啊 那些作词的话呢 除了那个の 可以后面直接跟名词以外啊 别的均为 连用性质 这么一个语 它就不能直接跟名词的 但是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这五个 看到没有 作词后面 加の で えと からまで 那加了の之后的话呢 在日语语法里边啊 就直接把の 前面这个成分啊 当体验看的 是这样子的 好 比如说啊 我们来看一句例句啊 日本での留学生活は一生忘れません 日本での留学生活は一生忘れません 比如说我一辈子啊 都怎么样呢 不会忘记 在日本的 看到没有 留学生活 日本での 所以本来的话呢 日本で 它应该是一个 连用性质的一个成分 但 在了の之后的话呢 就变什么呢 就变成一个体验了 日本での 日本で 变体验了 看到没有 再来看一句啊 この生日は 父への誕生日プレゼントです この生日は 父への誕生日プレゼントです もういい 看到没有 セータ セータ 这次の生日会的啊 这些毛衣的话呢 是什么呢 是给爸爸的生日礼物 那么A的话呢 原本我们作为方向 对不对 这里的话呢 作为对象 来表示啊 给爸爸的 看到没有 父への 看到没有 父への 给爸爸的啊 下面一句啊 これは日本からの手紙です 这是封来自日本的姓 看到没有 日本からの 本来日本から的话 作为什么 一个连用性质的一个 但是的话呢 在了の之后的话呢 变为什么 变为一个连体的这么一个感觉了 好 大家看一句啊 スタートからゴールまでの距离を測ってみました ね スタートからゴールまでの距离を測ってみました 我怎么样呢 我试着测量一下 从地点到终点だ 注意 看到没有 从地点到终点だ 注意 上面が 子供との 約束を 守るために ディズニーランドに 移って 行きました 那边啊 子供との 約束を守るために ディズニーランドに 連れて行きました 那么 ために はじだわ 写為だ 那么 应该是 为了 因为 就为了 为什么呢 为了遵守和孩子的约定 怎么样呢 带他 去了 ディズニーランド 看到没有 との 是吧 所以 这就是我们五个 注意了 那五个 有五个柱子 后面可以更多的 别的不能更多 弯后面也不能更多 二后面也不能更多 就不能更 规定好的 那么 内容が 的话呢 で え と から まで で え と から まで 这五个 后面 可以更多的 好 那么我们语法 全部讲完 下面 我们看 绘画了 又日记 我们又再看小王日记了 今日は 金さんの誕生日です 今日は 金さんの誕生日です 看到わ了吗 那 今日的后面 今日的后面 肯定不能接 你的 你肯定不能接 那么 你一般怎么接 时间 对 年月日 礼拜几 十分秒 是吧 那么 わ要不要接呢 今天有同学问我说 老师 わ能不能不接 那你要知道 わ有意思的 他如果说 你这不接的话 就不太自然 为什么 因为今天是 小军的生日 当然肯定不是 对不对 今日は 金さんの誕生日です 初めて 日本で迎える 誕生日なので みんなで一緒に 祝ってあげることに しました 初めて 日本で 迎える 誕生日なので みんなで 一緒に 祝ってあげることに しました 初めて 第一 二つら 就是后面这个 日本でも帰る 日本迎来的 那么迎来了 没有呢 应该还没有吧 看到没有 框一框 就是后面的 たんじょうび 那么我们把 自动重序 称了什么呢 对呀 连体重序嘛 对不对 那么还没迎来 要迎来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なので 看到没有 一样的呀 看到没有 ので 因为 日本有铁嘛 所以 たんじょうび 是铁嘛 铁嘛 铁嘛 当然用拿脸 铁对不对 たんじょうび なので 对不对 みんなで 什么含义呀 总金合集吗 一块吗 大会一块吗 对不对 一緒に 祝ってあげる 就给他过一个 这件事不是为了我们而做的 你要注意啊 当我们用这个受入关系词时候啊 主要要表达一个什么含义 这件事的话呢 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做的 祝ってあげる 是为了他而做 对不对 てあげる 看到没有 要跟上去的啊 当面不能用 但是呢 写日记呀 我们背后讲话时候的话呢 还是可以用的呀 for her 对不对 对他 给了 那么后面跟着什么 koto ni kanamiyo shimashita 这个句型不知道各位还记得吧 对呀 他表决定嘛 那么 他后面的 shimashita 决定没有呢 已经决定了 那么 干嘛前面叫原型呢 决定要给他庆祝嘛 对不对 不管你现在 不管你现在是庆祝了 还是没有庆祝 总共是先决定 再怎么呢 再庆祝嘛 对不对 叫相对实在 各位还记得吗 那么应该说 大伙是有这个能力 来做这个决定的嘛 所以的话呢 用shimashita 比较决定的啊 这种句型很难背啊 没有汉字啊 对不对 很难背啊 不要紧 都帮你复习 那各位 还一直跟我们 一旦学的话 那就没有问题了 你发现好了 我们会帮你复习的嘛 对不对 好 下面一个 Kim san wa 歌を歌うのが大好きで ずっと前から 日本のカラオケに 行きたかったいました Kim san wa かなみよ 帮你高校へ行こう Kim san wa Kim san wa 歌を歌うのが大好きで 出版的原因 对不对 那么 这里的 が 前面看到没有 三个柱子前面 归人家 田和田去的 还记得吧 哪三个呀 一个是わ 一个是が 一个是お 对不对 那你如果不是田 怎么办呢 都要田和 嘛 歌う ね 歌うのが大好きで 你们小金呀 很喜欢唱歌 所以的话呢 ずっとまいから ずっとまいから 这个ずっと 什么含义啊 他表示 很久以前 ずっともかし 很久以前 ずっと的话呢 那么 ずっと 他可以表示 时间 或什么呢 空间上的 遥远的样子 很久以前 很北方 ずっとね ずっと ずっともかしがな 所以这个词的话 含义蛮多的 还可以 还有一直 日本人说 ずっと 愛するよ 对吧 ずっと 还有什么含义呢 对 在比较距离边 可以表示强调 两者程度 相当很大 含义非常多 最起码三个含义 肯定要背的 ずっとまいからね 日本のね 日本のカラオケに 看到に了吧 什么含义啊 目的呀 去干嘛呀 去唱日本的カラオケ 对不对 后面跟人们 后面跟人们 行きたがって 可能没有 いました 小金想干嘛呢 我也知道 对不对 那我们要推测 加がる 可能有加がる 然后的话呢 因为是第三名称 对吧 后面的话呢 加ています 然后ている 因为过去时 后面的ていました 对不对 记住啊 一般规律的 一般规律的 这种情况的话 你后面不用加ていました 如果是某个特定人物的话呢 后面ていました ています 肯定跟上去的 因为特定人物的话 他到底想干嘛 我不可能突然就明白的 最起码 你得给我点时间吧 不对 不然我怎么猜呢 那注意了 如果自动讲法的话 用在老板身上 是不太好的 为什么 因为你在揣测 老板的心思 并不好 一般对上司 领导啊 客户啊 自动讲法 最好不要用 まあ いきたかっていましたね それで 所以 明朗相談して カラオケボックスで 金さんの誕生日パーティーを 開くことにしました それで 应该是最像 和什么呢 和大伙商量 对吧 商量一下 方式的手段 和大伙商量一下 动词后面加贴 一般几个含义 回忆回忆 对啊 五个含义嘛 那五个含义 并列列局啊 还有呢 原因啊 还有呢 对 先后顺序 还有什么 对方式手段 还有什么呢 附带状况 那么 Dare看到没有 这个Dare 帮你呀 还是分不清楚 包括什么呢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啊 快递拿单子过来 哎 跟你说一下 请你啊 在这儿啊 把名啊 签在这儿 两个字看到没有 两个字 请你在这儿 把你的大名啊 签在这儿 你想想看 怎么写啊 ここで ここに サインしてください 看到没有 一个Dare 一个Ni看到没有 ここで ここに サインしてください 那么Dare 什么含义 换句话 你签字所处的位置 你人 应该站在我面前 站在这个地方 而你一般什么意思呢 你说你签名啊 签到这里 对 左点 所以的话 注意区分啊 ここで ここに 看到没有 那么在什么呢 在卡洛克包厢 怎么样呢 决定 我们一样的啊 開く 举办 开一个 小金的生日派对 怎么样 KimさんとDanielさんは 本当に歌がうまいです 那么 小金 那么都是一个 不病的烈举 和Daniel 真的 什么呢 很擅长 唱歌 注意了 这里的该什么含义啊 对 表对象的 因为五脉 是形容词 肯定没有 五脉也有好吃 对 不是歌好吃 什么呢 擅长 因为五脉的话呢 也有这么行法啊 好吃的话 它写美味二字的 要五脉 那么 上上的话呢 写上上两个字的 对 对 上上有念九二字 当然你这么写 就五脉了 可以的啊 那么歌的话呢 表什么含义呢 它表示一个对象嘛 一个十六字嘛 对不对 KimさんとDanielさんは 本当に歌がうまいです 小金和Daniel啊 真的什么呢 很擅长的唱歌 歌手みたいに 上手的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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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 歌手的歌手 上手的歌手 说实话啦 三个意思 跟那个油一样的呀 鼻液 内举 对策 对不对 韩语跟油一样 为什么跟油一样 因为米达 是用的口语嘛 口语嘛 对不对 那么然后的话 怎么接续啊 再帮你背一遍啊 后把他们两个 当什么看 当形容动词看 看到你了吧 这你知道吧 对呀 连用形吗 连用形吗 因为后面 九字是形容动词看的 没有 用言嘛 对不对 那么前面把油 当名词看 那米达前面 该怎么接 对 最简洁 米达人 九字だと 看到没有 答 为什么会有答啦 因为后面 拖可能没有 拖什么意思 拖 对啊 拖是引用嘛 对吧 那么 明呢 你什么含义 对象 不要这么快 帮我讲对象 你看到人之后面 你就是对象吗 不一定了 当我们学过 天姆拉乌之后 对吧 当我们学过 不懂他以后 不要这么 挥回答我对象 他怎么样的 有可能是动作的发出风 你看到没有 后面对不对 一个变态 这变态你看得出吗 对啊 它是一个被动态 对 没有写看见没有 那没有写 肯定不是使用态 当然也有可能 使用被动态 对吧 当然使用被动态 主要看 是不是有这个 口语化嘛 对不对 那么应该是 那当然你不能放在被 用中文的被的话呢 带什么 带消极谈音 被骂了可以的 被说了可以的 被警告了可以的 被表扬不太好 受到 获得 得到 好一点 那么像什么呢 你说大伙啊 中文也不一定反不动态 大伙表扬他嘛 对吧 大伙称赞他都可以的 那么他这边的话 为什么要用这个不动态呢 因为这边的话 他主体是谁呢 小金跟男女 那么他们是被称赞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中文在翻的时候 没有必要用被动态 就翻成大伙里面的称赞 他们啊 称赞什么呢 看脱了 这引用嘛 对不对 称赞 小金 丹尼尔 像歌手一样什么的 拿手 看到没有 歌手みたいに 上手 上手だと みんなに褒められました 看上去啊 私はあまり上手ではないんですが みんなに一曲を歌わされました 私は谁啊 小王嘛 小王写的日记嘛 对不对 私はあまり上手ではないんですが 那么 amまり 看到没有 后面没有否定 对呀 不太 不怎么 他其实表平度的 页面可以表程度 这么可能表程度的 不太高了 对吧 因为我是不太拿手的 那么 あまり上手ではないんですが 干什么含义呢 是然嘛 此が非彼が 然 但是这意思 但是的话呢 被大伙怎么样呢 被大伙啊 要求唱一首 みんなに 看到你了吧 什么含义 你现在看到 みんなに后面啊 别值得说啊 对象啊 是不是呢 看您看 看后面位语 看到没有 歌わされました 然后一个变态 什么态 你想想看啊 动词的原型是 歌う 歌う 怎么能变到 歌わされました呢 你想想看啊 歌う 对不对 好 对啦 它是十一步动态 而且它是口语 看到没有 歌わせ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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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わせられる 对不对 歌わせられる 歌わせられる 歌わされる 对不对 好 骗我去了 写一遍吧 歌わ 歌う 对不对 变成 歌わせる 歌わせる 然后呢 歌わせられる 背腹 由音 分散 这个满 满辫变的 这个一下子 要趴过去的话 没点本事啊 你还过不去 慢慢来吧 不急 みんなに一曲を 歌わせられました 那么这句话 为什么要用 十一步动态呢 第一个 不是我想唱的 大伙要我唱的 强制的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主要又说 我看的没有 是不是 我大喜我 对不对 那你根据 句实要求的话 自来这边 要被不动态了 那就是十一步动态 所以十一步动态的话呢 往往带什么含义啊 它带有一个 非出自于本愿的 不是我想唱的 是被大伙要求 逼着唱联赏 はい みんなと一緒に 歌ったり 踊ったりして とても楽しかったです みんなと一緒に 歌ったり 踊ったりして とても楽しかったです 我们和大伙一块 通路这边是同伴的啊 由于说你们 可以同伴的 和大伙一块 看到没有 他利 他利 する 什么含义啊 对啊 动作的不完全列举 和大伙 唱唱歌啊 他跳舞啊 很开心 はい 時間が経つのも 忘れました 你怎么样呢 也忘记了 时间的流逝 那这边是一个体验画 看到没有 什么事啊 体验画 摩前面也要加甜 为什么 摩可以把 和大伙一块 带掉 对不对 所以说出来 我が 摩前面也要跟甜 一般 時間が経つのも 忘れました 日本に来た 思いがする 感動 当然 这一词 什么意思啊 应该是自动词了 哎 还记得吧 我们上次最后 不是学过的吗 气味啊 匂いがする啊 口味 味がする啊 感觉 気がする啊 还记得吗 听到声音が 音がする 声がする 对不对 一样的吗 感觉吗 当初 日本に来た 当初は 寂しい思いもしましたが 我当初来日本时候的话呢 也感到过 寂寞 好 但是的话呢 看到娃娃了吗 当初は 一马 娃看到没有 娃娃表对比嘛 干的话呢 对强调 两者的程度啊 相差很大嘛 当初很寂寞 现在感心嘛 对不对 面娃と 看到没有 と就是同伴嘛 すっかり 長くなって 始めばすっかりや すっかり すっかり その反应 完全嘛 变得怎么样呢 哎 有很这个 好了 关系不错了 变化 变得 那么这是原因啊 てや原因啊 毎日楽しく過ごしてます ています 持续啊 明白吗 不是每天嘛 你每天都干嘛 到后面都要やっています 一直嘛 对吧 每天都一直很开心 对吧 过得很开心 那么楽しく 强烈的句子啊 最近 我什么含义啊 限定嘛 最近怎么样 对不对 好 后面这个蛮关键的 被动态毫无用啊 肯定是被动态啊 但是的话呢 它这个含义来看的话 是被追 对不对 那被什么追呢 被学习和什么打工 追着 那当然我们说 不动态里面的动作发出方 一般为人的嘛 如果不是人 你做种话的话呢 日语叫什么 有点拟人话 什么被浪给卷走了 这种话 对吧 叫拟人话 那中文翻的时候的话呢 你也不能翻被追吧 盲语就开始了 盲语 所以这个语法 这个句子 你也帮被背 盲语 盲语 学习跟什么呢 打工 换一个嘛 每天忙于工作 也可以嘛 对不对 这个当我们的那个 剧情啊 背一下啊 けっこ 看到没有 副词 那么这是表示 相当啊 很啊 看到没有 けっこね 忙しい日々を送っている 这お什么意思啊 这个お的话呢 不是动作对象 因为什么 过日子 看到没有 过日子 它也不是动作行为 对不对 它是表示 过日子的那个お 所以お的话 含义蛮多的 我们说过几个什么 想想看 动作对象啊 出发点啊 通过点啊 那这个お的话呢 应该算是 过日子那个含义 过暑假 对吧 叫夏休みを過し 对不对 这个お我原来看得过的 夏休み 夏休みを過し 那么这个お的话呢 就是什么呢 对 度过什么日子的含义啊 那么因为很忙嘛 对吧 然后呢 过着 过着 对不对 那么每天的朋友 就是过着整个 很忙的日子 上海にいる良心にも 看到没有 快快快快 看到 いる看到没有 いる 对 它是状态动词 它的原型 对了 就是表现在的 所以关于这个 你们要知道一下 你想想看啊 不是说嘛 动词的原型 不是表将来嘛 对不对 记住啊 我们说的 动词的原型 表将来 那是指什么 指的是 动作动词 和变化动词 那么但是呢 いる ある看到没有 它应该是一个 状态动词 所以状态动词的话呢 一般原型 是表现在的 你想想看 原来不是咱们 讲存在句吗 中央有本书 机枯上上に本があります 对吧 猫在桌子下面 机枯上の下に 猫がいます 不是います吗 あります对不对 那不是原型吗 难道说 桌上将会有本书吗 不会的吧 一般我们认为 这种状态动词的话呢 它的原型 往往是表现在式的 而动作动词啊 变化动词啊 比如动作吃啊 喝啊 我要出门啊 对吧 那么原型 一般表现在式的 一般是这样子的啊 换句话说 小王的父母 应该在哪 应该还在上海 对吧 像 那如果你不用移住啊 用一大 那什么意思了 那就是原本在上海的 他们用他形的话 是状态发生变化的啊 那么 那现在这边塞啊 就是说身在上海的父母 那么你 看到没有 你什么含义 不要急着回答我 还跟后面位语啊 对应该什么 应该是对象 那么 amari 看到没有 摸着也啊 amari 看到没有 跟后面 来看到没有 没怎么打电话 amari 电话をかけていません 那为什么叫 ていません 不用かけません 不太打 没有怎么打 还是不太一样的 就换句话说啊 你直接后面动词 跟后面否定的话呢 有一种我的否定意义 我的否定意义在里边 那这边的话呢 小王并不是不打给父母 而是什么呢 而是他太忙了 很客观的跟你讲 他没有怎么打给父母 就各位要注意区别啊 你直接动词后面 否定的话 一般有我的否定意义在里边 说实话 我就不想跟父母讲话的 那我不太给他们打电话的 有我的否定意义在里边的 这边并没有 这边肯定没有 小王的话呢 很喜欢他们的父母的啊 只不过的话呢 他现在没事情很忙嘛 对不对 比较自然一点啊 比较自然一点 良心人は毎日元気で 楽しく生きてほしいです 看到没有 手押し 手押し前面是谁干的 别人干的呀 看到你了吗 对呀 手押了一代嘛 还知道了 手押了一代嘛 手押了一代 看到没有 手押了我们你知道的呀 手押了我们当时前面是别人干的 对不对 那么前面人生后面 当时发出方向你 对不对 小王帮我修自行车吗 还知道吧 我当时发出手押了一代 对不对 这天下を修理してもらいました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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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什么意思呢 限定 对不对 小朋友们当然想要执上父母 对不对 他也不是大爱 不爱 对不对 不是的 那么我良心以外呢 万一是元气的 方式 对不对 以健康的方式 怎么样呢 开心的生活着 好的 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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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